一星期一本书,再忙也不忘记充电 各位好,这里是一星期一本书,我是薇薇 今天我们要分享的文章,题目是 男人允许你碰这三个地方,说明已爱你入骨 一起来听 每个人的身上,或多或少都藏着一些秘密 这些秘密,普通人根本无从知晓 只有最亲近的人,才有机会触碰到 判断一个男人是否真心爱你 最简单的方法,就是看他有没有把你当作最亲近的人 如果男人允许你碰这三个地方 那么毫无疑问,在他心里,你就是那个最重要的人 第一,他的手机 虽然只是一部小小的手机 但却藏着一个人太多的秘密 如今的社会,手机对于每一个人来说 基本涵盖了他所有的重要信息 身份证明,社会关系,个人存款等等 都可以通过一部手机看得明明白白 对于大多数人来说,手机是绝对的个人隐私 一定加了重重密码,没有人可以轻易看到里边的内容 但有个人可以是例外,那就是自己最爱的人 男人如果非常爱你 那么对于你来说,他的手机一定是可以随便看,随便玩的 因为在你面前,他始终都是毫无保留的 他从来没有对你隐瞒过什么 自然也就不怕你会知道什么 有人说,如果不想感情破灭 就最好不要去看男人的手机 因为每几个男人的手机是经得起考验的 可见,一个男人如果愿意主动把手机拿给你看 就足以证明他是真的非常爱你了 俗话说,男人的钱在哪里 他的心就在哪里 这句话还是很有道理的 一个男人如果心不在你身上 那么他对你做任何事情都一定会是有所保留的 比如他会把赚来的钱暗中分成好几份 交给你一份剩下的他有自己的用途 至于具体用在了哪里,你根本不会知道 对于这样的男人来说 你不过只是他生活中的一小部分罢了 他当然不会把全部的精力和心血都花在你身上 但对于那个爱你入骨的男人来说 你就是他的全部 因此他会毫不犹豫地将经济大权都交到你手上 这不仅仅是出于对你的信任 同时也是在向你证明一件事 我对你全心全意毫无保留 这样的男人坦诚真挚 对你爱得很深 第三,他的朋友圈 几乎每一个男人都会有一个属于自己的朋友圈子 人数不会多,可能也就两三个人 但这些人都是他的铁哥们 知道他所有的过去和很多的秘密 通常来说,男士不会随便把异性介绍给这些朋友认识的 尤其如果他只是想和你玩暧昧 那么你是无论如何都不可能认识他这些朋友的 因为他心里很清楚 你们迟早要分开 根本就没做什么长远的打算 所以也就没有必要让你融入到他的朋友圈里 只有他真的认定了你 甚至有了结婚的想法 才会大大方方地把你介绍给他的那些朋友认识 甚至还会想方设法地让你和他的朋友们熟络起来 以便于今后大家一起吃饭,一起玩 有句话是这么说的 当一个男人真正爱上你的时候 他就会向身边的所有人介绍你 深以为然 因为只有真的爱你 他才可以做到如此的坦然 而那个假装很爱你的男人 甚至连约歌会都要偷偷摸摸 生怕被人看见 判断一个人爱不爱你 语言是最苍白无礼的 谁都可以轻而易举地说谎 但那些融入到生活中的细节 却实实在在骗不了人 所以别听他说了什么 而是要看他做了什么 他的手机 他的工资卡 他的朋友圈 如果男人愿意让你触碰他的这些秘密 那么毫无疑问 他是真的很爱你 好了 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了 感谢您的守候 如果您喜欢我们的文章 欢迎在文末给我们点个赞看哦 明天同一时间 我们不见不散 我是薇薇 晚安 好梦 明天同一时间